李鹏22日去世后 其家属立马设置灵堂 曾在李鹏手下卖命的刘延东先行败祭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 李鹏三个子女齐聚 其中涉案潜逃至新加坡的李鹏次子李小勇 也获得当局特批辗转回国奔丧 李小勇犯案往事再被揭出 中共的道词中所称 江泽民为核心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李鹏纵容儿子无恶不作 也为李鹏增添了耻辱的一笔 据相关报道 1978年15岁的李小勇被父母送去参军 曾担任过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 武警水电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有上校军衔 上世纪80年代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 让红二代富起来的政策下 李小勇就开始利用武警特权 盗卖和走私军火 1998年 李小勇与一个叫曹宇飞的台商合作 最后传出杀人灭口 侵吞5000多客户 5亿血汗钱的惊天大丑闻 且李小鹏卷入命案 案件起因是李小勇与曹宇飞 因分账问题闹翻 将新国大7号所有设备和现金搬走 11亿元账面户口提取欲空 并出动武警绑架曹宇飞 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一手操办下 曹宇飞被判死刑灭口 李小勇与曹宇飞杀人案件也因此成谜 但受骗的债主们大多还在 曾十多次到北京新华门外抗议 大呼李鹏替儿子还钱 而在此之前 李小鹏还卷入了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儿子的案件中 据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高薪披露 江泽民汲取六四学生反腐败的教训 要为陈希同塑造一个贪官形象 表示中共在反腐败 减除陈希同的同时逮捕其子陈小彤 陈小彤依掌其父亲权势五毒俱全 所做的恶事很多都与哥们李小勇有关 陈小彤被捕后连续三天招供 为警方提供了李小勇的大量犯罪事实 当时香港前哨文章披露 由于罪行恶劣 中纪委对李小勇不敢擅自做出决定 随转给高检 时任总检察长的张思青 本想严惩李小勇 但经李鹏与江泽民幕后达成妥协后 江一句话就让小李鹏过关回了家 但对陈小彤却绝不轻饶 在陈希同案以后 江泽民的亲信 主导国防军事交流 及军队情报工作的 熊光凯想擦李鹏的鞋 把李小勇保护到总参二部 准备把他调到海军情报部 而海军情报部部长也同意接受 而这一事件最终还导致中共前外交部长 鸡鹏飞一家惨遭不幸 中共前外交部长鸡鹏飞之子鸡胜德 当时掌管总参二部 在知道上述消息后 殉职了海军情报部部长 称李小勇是社会上一个混混 流氓 地头蛇 不能招 鸡胜德因此得罪了李鹏 也应看不起江泽民 即当众羞辱江泽民 最后 江泽民借远华案 整治了不听话的鸡胜德 对其下了必杀令 1999年3月 江泽民在曾庆红出谋划策的帮助下 利用了当时身为副总长的徐光凯 与鸡胜德的工作矛盾 以及鸡胜德卷入了赖昌兴案 以反腐名义一举拿下了鸡胜德 鸡胜德被捕后 经军事法庭审判认定其犯有四宗罪 受贿两千余万元 挪用侵吞军事用途的资金九百万 隐瞒配偶加入外国国籍 以及涉嫌泄露了军方机密 军事法庭向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请示量刑 江泽民的批示是 军中败类 民族败类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鸡胜非得知独子这一凶讯后 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张万年 池浩田请求宽恕免其一死 但最终无人理会 以起之下 2000年2月8号 鸡胜非在书房写下遗嘱 用红酒吞服了30多粒安眠药 自杀身亡 鸡胜非之死换来胡锦涛的同情之类 在其保释下 鸡得胜被处以死缓 后改判无期 最后保外就医 回到家中 但身体已残 其实中共的杀人历史相当恐怖 但身犯命案的李小勇 在潜逃20年后 却并未被追逃 并缉拿归案 而此次回国 博逊称 是中共最高层 以人道的理由特批 因此 他后将出现在 其父李鹏追悼会上 但到时 被诈骗的 新国大苦主们 一定会闹出点动静 一会儿的 将来 老板 也能够 新国大苦主兵 有什么 平均 一会儿的 有什么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